今天让我们一起动手做好吃艺学美味的枫糖浆鸡翅 哈喽你好各位美食家各位爱做饭的人们我们又见面了 每次跟大家见面呢都是一件很高兴很荣幸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食谱呢又是一道简单艺学就会的食谱 枫糖浆鸡翅十分美味我们赶快来看一看它的做饭 在这里我有一棒棒的鸡翅 首先呢在这个鸡翅堡上面我们撒上一些盐 我们给它翻一个面 然后这一面呢我们也给它均匀的撒上盐 还有撒上胡椒粉 我这里使用的是黑胡椒 不过你也可以使用白胡椒都没有问题 然后翻一个面 在这一面呢我们也给它撒上这个胡椒粉 好现在我们来做酱汁 加入酱油 米醋 米酒 蜂糖浆 那如果你找不到蜂糖浆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蜂蜜或者是白糖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糖浆也可以拿来代替 再加入大蒜 我们给它稍微的搅拌一下 在一个锅里呢开这个大火 然后我们放入植物油 放入我们的鸡翅 然后每一个面呢我们给它煎到金黄色 大概是每一个面两分钟的时间 好我们就看着我们的表 一分钟两分钟 到了之后呢就给它翻一个面 你看它这边的金黄色多么的漂亮啊 煎了之后的鸡翅呢味道绝对比没有煎的香 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个时候呢我们倒入我们刚刚用好的姜汁 把盖子给它盖上 然后它这样子的焖煮一下 把这个火呢转入中小火 然后继续给它煮大概15分钟的时间 那大概是每三分钟呢 我会给它翻一个面 然后就是这样子再给它盖上盖子 然后再用中小火继续给它焖煮 然后打开盖子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翻一个面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鸡翅的话呢 你也可以使用其他部位来代替 像是这个鸡腿肉啊 或者是鸡胸肉也可以 不过最好是要带皮的才会味道比较好吃 其实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 这个食谱呢真的是非常的易学简单 易学就会吧 一看就学会了 那我们赶快来尝一尝看 它的味道如何 看上去呢真的就是这个亮亮的 这个糖香的颜色非常的漂亮 那其实如果我平时吃呢 我可能就直接拿手给它这样抓起来吃 不过为了在这个商店是美观一点的情况下呢 我还是用这个刀叉来吃吃看 好的 我们就给它尝一口 哇 亮晶晶的感觉 这个蜂糖浆鸡刺呢 真的是十分美味十分好吃 感觉有点像是在吃这个咸的甜点一样 对又咸又甜 我相信呢 我的那两个小家伙等下吃的时候呢 会吃得满脸满熟到的都是 真的很好吃 老少协仪 那天呢我和我先生还在讲说 就是我们其实在家里真的很幸福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久没有买这个外卖了 都是家里自己做 完全家里自己做 一天三餐这样子做 对 让我先生觉得很幸福 因为在家里还可以吃得到 这么好吃这么美味的食物 我自己也赞同 其实比外面买的还好吃还健康 那今天就这样子了 不知道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都做了一些什么菜料 也希望大家给我们分享 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家里呢 都做了一些什么好吃的 那今天就这样了 记得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拜拜 继续吃 哇 右手吃起来 应该比较过瘾的 哇 嗯 好赞哦 好赞的鸡丝 嗯 嗯 好棒好棒 嗯 啊 干干净净的 好棒好棒 OK 好了 我吃了三个 可以收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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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好棒 谢谢大家